好 立法院的最近消息 就是新任的台北101董事长 贾永杰 原本因为要到美国芝加哥 来参加马拉松赛 备巡可能会请假 但是今天他却意外现身 这也是他首度的备巡 时间交给主播陈吉林 好 带您掌握在立法院的焦点 今天的焦点是谁呢 就是台北101的董事长贾永杰 今天首次到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 来备巡 他坦言心情上是有点小小紧张的 而且他是特地从美国赶着飞回来 因为首次的被巡 他觉得格外的重视 那么今天还真的被国民党的立委 赖石宝Cue上去 有问题要问他 就要问问他关于国庆台北101烟火 被有些人形容太短不够精彩等等 好 贾永杰是正面迎战 他说他听到喜欢的人满多的 而有些人在网路上发言 不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有些可能是网军别有意图喔 我们来听 基本上我听到的喜欢我们国庆烟火的人 非常多 那可能您可以看到很多在网路上面 有少部分的可能像是 其实网路上面的发言呢 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愿意对自己的发言负责 那有很多人可能是水军啦 网军 那可能有别有意图 那我想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也有在脸书上面做了说明 我的意思是 其实我们是做很正向的事情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 你给自己国庆的烟火打几分啊 我给自己国庆烟火打几分啊 我给我的团队吧 应该不是我自己 对 我的团队我大概可以打到95分耶 好 95分啊 这个 你的 为什么要叫 既然是台北101董事长 那么贾勇杰也曝光了 今年101跨年烟火将会结合 雷射灯光秀那么有长达五分钟 而一个插曲是本来他因为机票的问题 无法赶回来 她说是因为老公大失血 让他可以坐头等餐回来备讯 好 那么以上是在立法院的最近状况 把时间交还给彭内